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 于8月7日兑建了重启制裁伊朗的诺言 虽然这只是第一步制裁 并不涉及到能源业务 但美国总统不忘在社交媒体上补刀 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人就非和美国做生意 美国企图一举摧毁伊朗的经济命脉 伊朗能源产业一旦出问题 其国库将受到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对伊朗的能源业制裁计划在三个月后才能到来 但是与伊朗有相关业务往来的绝大部分企业 已经着手退出伊朗 其中伊朗南帕尔斯汽田项目就是一个例子 据美国彭博社8月12日报道 出于美国方面的压力 美国已经下达禁令 禁止各国同伊朗在能源领域展开交易 并公开警告 谁同伊朗合作就是与美为敌 法国到达尔公司已经与其他数十家西方企业一样 退出了遍地制石油伊朗 南帕尔斯汽田项目只剩下 中石油陪着伊朗本地一家财团在压压坚持 据了解 该汽田由伊朗与卡塔尔共同拥有 其中伊朗拥有的预计有 14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和180亿吼天然气 每天产量即为伊朗贡献1200万美元 伊朗也是计划投入2000亿美元开发这些油气资源 随着北南帕尔斯汽田拥有 50.1%股份的到达尔公司退出 我国在一次力挽狂澜接下这一烫手山芋 据报道 中石油将接管这座世界顶级天然气油田 同时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主管穆斯塔法维也表态 中石油将是该项目的最坚实伙伴 对于中石油是否会退出伊朗 到达尔公司的总裁波扬认为 在美国法律框架内 任何公司都不能在伊朗工作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 都不敢在美国的反对下强行做某些事情 波扬对中国的看法 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的普遍观点 对此我国官方曾明确表示 其他国家没有理由也无权干涉 中国与伊朗的合法交易 根据资料显示 中石油早在2004年 就与伊朗企业开展石油天然气项目合作 无论是出于国内利益考虑还是国际威望 我国恐怕都很难如美国所愿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升级 为保障石油出口量 伊朗方面表示正考虑以折扣价格 卖石油给中国 8月13日伊朗国家通讯社 援引该国石油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伊朗打算向亚洲客户提供石油采购折扣 向客户提供折扣在世界市场上 是一种常规做法 所有的生产商都会采取这一做法 目前伊朗正在就签署 长期的石油销售合同进行谈判 亚洲市场比其他市场更重要 因为亚洲有重要的经济参与者 如印度和中国 这些国家发展迅速 因此他们的石油需求也一直在增加 不得不提的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2日宣布 美国将于11月4日恢复对伊朗能源行业的制裁 任何国家进口伊朗的石油都将承受美国的制裁 随着美国宣布制裁成效日期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计划 甚至印度已通知国内的石油公司 准备中断伊朗石油进口后的替代方案 从今年6月份开始 印度国有链油厂已接获通知 要求准备找到替代供应 以防美国在对伊制裁方面不给印度豁免 印度对于美国制裁采取观望态度 而6月的贸易数据显示 印度自伊朗的石油进口已经同比减少了25% 印度政府称6月份伊朗的石油进口数量 已由77万桶每日减少至57万桶每日 印度表示不承认美国对任何国家施加的单方面限制 但印度国家银行已经通知链油厂 在11月4日之后将不再提供欧元支付途径 同时做好寻找替代供应商的准备 这意味着在亚洲仅次于 中国的第二大伊朗石油进口国 已经做出妥协 不过 中国的回应则让美国无可奈何 国际贸易流动数据显示 中国为伊朗原油最大的当一进口国 日均进口量为65万桶 在美国第一阶段制裁已经生效的背景下 欧盟企业已多数撤出伊朗市场 预计于11月4日生效的 第二阶段制裁将重创伊朗石油进口 2018年5月 伊朗石油出口已经恢复至 2015年解除制裁以来的最高点 达到了250万桶每日的数字 今年底的美国制裁生效后 预计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退缩 伊朗原油出口可能下降三分之二 降至仅70万桶每日的水平 不过这些出口主要将销往中国 除了中国之外 土耳其也明确表示继续进口伊朗石油 无视美国制裁 8月3日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方明确表示中国和伊朗在不违反各自国际义务的 前提下保持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这和情 合理 合法 无可非议 与此同时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中方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维护 这一立场是坚定的 明确的 中国的原油消费量已直比美国 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 2017年的原油进口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9% 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原油需要依靠进口获得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先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7月原油进口3601.9万吨 约合848万吨每日 与6月836万吨每日的数量相比 增长12万吨每日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万吨每日 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后 再次发出声音要求伊朗方面进行妥协谈判 伊朗于8月13日正式回应 最近美国官员一直肆无忌惮谈论中国 除了制裁 他们还提到战争与谈判 伊朗表示 伊朗和美国之间既不会有战争 也不会有谈判 西云初启日成阁 山羽欲来风满楼 美国白宫做出重要决定 一场21世纪最大的战争 就在眼前 8月7日 白宫正式宣布 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本次制裁 包括黄金等贵金属交易 与伊朗政府发行主权债务相关活动 与伊朗货币相关交易 伊朗政府购买美元 工业用石墨 钢 铝 煤炭和软件 伊朗汽车行业 美国的首次打击 就把伊朗三分之二的经济支柱扼杀殆尽 然而 事情远未结束 11月5日 美国还将启动第二轮制裁 目标直指伊朗最重要的三个行业 石油贸易能源运输 央行金融交易 无庸置疑 在伊朗经济本身濒临崩溃的情况下 美国的制裁 或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 传承着波斯血统的伊朗人 显然不会坐以待毙 伊朗的手段很简单 但非常粗暴 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总统鲁哈尼表示 只要美国敢把制裁全部落地 伊朗就封锁全球第一大石油贸易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 以扰乱国际原油市场的方式 直接打击美国霸权机制 石油美元霸权 大家千万别以为伊朗只是撂狠话 他们已经开始备战了 8月6日 伊朗西南海岸竖起大批导弹 国防军上百艘战舰运集霍尔木兹海峡 以军演的方式牢牢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 除此之外 在更遥远的红海 伊朗也有所行动 从7月开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 胡塞武装频繁在红海袭击沙特邮轮 25日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两艘超大型邮轮 在始经红海海域的曼德海峡时 突遭胡塞武装袭击 红海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 全球40%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此地 一旦伊朗同时封锁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 沙特与美国的损失首当其冲 局质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 只要美伊不妥协 战争一触即发 在至千军一发之际 中国北海舰队宣布 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6日上午从青岛起航 前往中东相关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不惧战争风险 中国舰队迎难而上 直接回击美国霸权 解放军舰队选择在美国放话制裁伊朗同一天出发 且目的地又是战争策源地中东 这不是巧合 而是有三点深层次的内因 一、丢掉幻想 确保运输生命线的安全 时至今日 中国已经对中东和平不抱有任何幻想 美伊冲突就在眼前 而红海到阿拉伯海 到霍尔木兹海峡 这条线是中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 中欧80%的海上贸易要经过红海 中国30%的石油进口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中国70%的海上贸易与60%的能源运输要经过阿拉伯海 一旦美伊开战 这条中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必然战货纷飞 各种船只来往将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 如果中国不排除军舰护航 可以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按下杀手 二 表明态度 支持伊朗 中国舰队这次的任务很明确 第一 亚丁班护航上船 第二 保护邮轮 上个月 美国对中国发出禁令 要求不得购买伊朗石油 中国的立场非常坚定 绝不接受霸权主义条款 绝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儿 如果中国不买石油 自然也用不着派军舰护航 通过这次军舰护航邮轮一生 中国实际上向伊朗和美国表明了一种强烈的态度 伊朗的石油中国不仅要买 我还要派军舰护航 三 明确反对霸权主义 俄罗斯 观点报说 通过向全球下发禁止与伊朗交易石油的禁令 美国把他们的霸权主义与强权体现的一览无余 无庸置疑 美国确实是世界霸主 所以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做事完全不顾别国的感受 更不懂尊重他国的利益 面对如此霸权 我们能退缩吗 绝对不能 美国是一个视强凌弱的强盗 你只要退后一步 他就会得寸进尺 直到把你打垮为止 因此 我们必须在关键时刻果断亮剑 以维护自身利益 在中东 中国是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有利益存在 正所谓中国船只走到哪 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在哪 听见中东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展现了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关键决心 中国人 绝不后退 绝不妥协 绝不认输 美国恢复制裁伊朗的第一轮已经生效 虽然这一轮没有针对伊朗的能源下手 但已经非常之重 而且针对能源下手的时间也已经定了 就是11月4日美国把制裁分为第一轮和第二轮 一方面是给盟友和其他国家权衡利弊的时间 以促使他们接受美国要求一起制裁伊朗 另一方面 则是给伊朗向美国居服的思考时间 特朗普一次次要求与伊朗领导人会晤 目的之一就是想迫使伊朗屈服 但是 伊朗显然不打算屈服 特朗普九次会晤要求都被伊朗言辞拒绝 伊朗不与美国会晤谈判的原因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 伊朗没有向美国屈服的任何打算 并准备与美国斗争到底 现在 美国对伊朗下杀手的制裁预期已经明确 而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伊朗的终极反击 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 一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这一招当然不是伊朗轻易会采用的 因为这会让中东形成大乱战 而且很可能会引发美国和伊朗的直接军事冲突 所以 虽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有很多招数 但都不能随便用 然而 事事无绝对 伊朗不会随便用不代表伊朗不会用 因为对伊朗来说 当它被美国逼到绝境 并且外部地缘博弈大环境已经允许七堵一把的时候 伊朗完全有可能选择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因为 一旦伊朗采取这一手段 所影响的范围将快速扩大 美国再想单纯用经济手段来逐渐困死伊朗就难了 因为到时候将是一片乱战 既然美国一直在想乱中取利 那么伊朗也存在乱中取利的可能 特别是当忍受也是死路一条之时 伊朗这种冒险完全可能且完全值得 二 重启油浓作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号称要退出伊核协议 后来上台后因为准备不足一度态度上软化 但最终在上任一年多后退出了伊核协议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其实这一协议基本算是名存实亡了 英法德虽然嘴上强硬 但三国哪里还有企业会追加对伊朗投资 恐怕购买石油都会减少 俄罗斯自己都没钱 能给伊朗提供的经济帮助也有限 至于中国 倒是不会跟着美国制裁伊朗 该买石油还是会买石油 但中国对伊朗的投资远比不了欧洲 所以 实际上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伊核协议已经显得极其可危了 伊朗会不会退出伊核协议 显然 伊朗不会轻易明确退出伊核协议 但伊朗方面会多大程度上遵守伊核协议是个未知数 因为英法德三国已经不可能完全遵守伊核协议 伊朗之所以维护伊核协议表面上的稳定与存在 主要是为了保住现有的经济利益以及避免英法德核 美国同游合污 同时伊朗也需要更多准备 但是 随着美国的施压 英法德未来很可能会向美国让步 一点点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所以 在美国对伊朗不断制裁的情况下 形势很不乐观 在这种局面下 伊朗准备真正的大招是必然的选择 这个终极大招 在笔者看来就是重启油浓缩 这个重启时间点 应该考虑两大因素 一是基础上完全恢复 这个的确需要一些时间 二是当英法德动摇之后 一旦这两个条件具备 那么伊朗表面上还会号称遵守伊核协议 但一定会重启油浓缩活动 如果美国继续逼得伊朗无路可走 那么也不能排除伊朗会进一步研发核武器 根据中心网转引俄罗斯媒体最新报道 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马万迪宣布 从俄罗斯运回第二批浓缩至20%的伊朗油 并称第二批将很快运回伊朗 卡马万迪称 我们签署和协议时 伊朗停止生产浓度20%的 核燃料并将其剩余部分约分10批运送到俄罗斯保管 伊朗约七个月前收到了第一批 第二批将很快运回伊朗 这些批次中的任何一批都可以使用一年 所以我们拥有维德黑蓝研究性核反应堆 至少够用7到8年的20%浓度燃料 卡马万迪还补充道 伊朗同意停止生产浓缩油的条件是将由外国确保伊朗的核燃料 他指出 如果核协议仍有效的话 其他方应受给我们燃料 但如果协议破裂 我们独立生产浓度至20%燃料的障碍将不会存在了 从上述新闻中我们已经可以嗅到 伊朗正在为伊核协议最终崩溃做准备 是想当美国制裁不断加强 伊朗要和平开发核能 要求外国提供核燃料 大国显然不会提供 那么伊朗将顺理成章开始有浓缩活动 如此伊朗核问题将会重启 其实 伊朗核问题重启 就意味着伊核又重新退回到了达成伊核结议前的状态 而考虑到未来可以预期中的中东状态 伊朗发展核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那么伊核问题将会在短期内演化的更加难以收拾 到那时 美国怎么办 打击伊朗吗 其实 在我看来 若非迫不得已 美国是不会自己轻易上阵打仗的 特朗普在首访沙特时就明确表态过不会为他们打仗 美国搅乱中东的目的是 让中东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打起来 而后美国以色列可以乱中去立 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沙特 因为伊朗并不想扮演这一代理人战争角色 只要沙特不糊涂这事美国不太容易干成 当然 无论到哪一步 伊朗从现在情况看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所以 接下来几个月 中东的局势演化会非常激烈 未来一两年内 中东爆发新战争将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拭目以待 8月7日 特朗普公开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正式重启 美国对伊朗动手了 而且 下手很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